嗨 大家好 GinniV又要跟藝術成長關係了 我也是很無奈 那 如果不想讀這一篇的話 你可以在這份文件裡面留下你的ID 跟你的影片 圖像網頁之類 就是只要跟GinniV有關 或是你自己更有熱誠一點 你願意錄一段小影片 那都可以放進來 然後這個東西到時候在9月的時候 就會在奧地利展覽 就是展覽一個GinniV是什麼的一個展覽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要來找我聊聊天 那我9月的時候 我會跟Best 就是剛剛大家進來的時候 在手門口那個人一起去奧地利 那 就是因為 我也有去剛剛露露講的那個美國那個 那那個地方就是因為 都是我們受邀嘛 所以就是 只能有很少數的人 代表大家去介紹Ginni 可是這次藝術展 就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 透過網路的話 把大家的話都包含進來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所以呢 有一些想法 就是譬如說 五六年來 一定有很多人還住在這裡 然後一定有很多人 現在可能也不會來了 那那些人都跑去哪裡了 他們現在在幹什麼 或是他們覺得GinniV對他們的算是什麼呢 那大家坐在這邊覺得GinniV是什麼 可能今天第一次來 或是已經來很多次了 剛剛才聽說 為什麼你還在GinniV 我覺得很好 就是 如果可以累積文本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錄音 或是錄影 然後到時候就是整合在這個藝術的散彈裡面 然後播影片給全球的觀眾看 那說一個 說一個故事 不是說一個故事 說你的故事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獲得了2018年 這個叫做靈芝電子藝術大獎的數位社群好棒棒獎 那9月6號會在奧地利一個叫做靈芝的城市展出 那他是奧地利一個就是一個城市 那一個背景補充 靈芝電子藝術大獎是當代藝術的一個知名獎項 然後他一開始是1987年就開始 然後2004年開始加班給數位社群 然後第一屆手獎就是Wikipedia 然後好棒棒獎就是大概是第二名 那第一名的是GinniV 那我們今天沒有得到第一名 今天得到第二名 第一名得到的是一個線上的那個 協作的事實查核的社群叫Bellinkat 然後希望藉由這個機會邀請大家 就是把你對GinniV的想法放上網路 然後到時候會建立一個 有點像協作的playlist的平台 然後到時候就是會在那個藝術展覽的當場播影片 那就是藉由大家的聲音來介紹GinniV 就不要只是一兩個人在講話這樣子 那既然台灣有這麼多人 讓大家看到一下社群的活力 我覺得滿好 如果大家沒有活力想要抱怨也沒有問題 或是想要分享一些失敗的經驗 我覺得都是社群的一部分 那都很歡迎大家來跟我聊天 或是直接進這個spreadsheet 把你的東西留在這邊 那所有東西都CC by Godzero Contributor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願意貢獻這個專案 那我也會去把我們之前的Document 然後去戳一些已經有講過話的人 然後問他說 欸你們要不要來Luber 或什麼之類的 好 那你可以做什麼 就是來跟我聊天 或是直接害羞的話 就直接在這個Document上面 就是那個 對對對 如果有問題的話再跟我講 好 之浩你預計收到什麼 哦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線上的嘛 所以就是預計收到的展覽開始之後 還是可以繼續收 因為大家只要編輯展覽的內容就會變 這樣子 好 感謝 那 之浩其實也做了那個 GNV Art 對啊 很生氣的一個過程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內容還蠻不錯的 好 謝謝 那大家可以看過去的一些archive 那補充一下那個靈芝說藝術解決 GNV社群被提名過兩三次 然後這一次有得獎 那 那當然好棒棒獎就是沒錢的意思 所以 可惡 不過第一名的那個Pellincade 我在那個 那個 三列加爾有遇到欸 那他們好像主要是在Georgia 所以 還是Azabajan 所以如果有要去OGP的Georgia 可以在 就是開外話去拜訪一下Pellincade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提案 應該到這邊 有沒有人偷家的 應該沒有吧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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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